哥哥样人吗 我觉得是他那个爱人 哥哥爱的喜欢 为什么 你觉得他还有心情感人吗 我觉得没有 那你看 哥哥喜欢小短裙大长腿 弟弟喜欢那个大长裙的 保守的 能一样 那你说 比方 就是小叔咱四个在一起了 你是姐姐 你跟弟弟在一起了 我是妹妹 我们跟哥哥在一起了 那你说 称个长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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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片说是 如果是妹妹当姐 哥哥姐姐跟弟弟 怎么办 这怎么称呼 对你们觉得应该该称呼 在我们今天这一块 那个 我媳妇当然 老弟得叫嫂子了 哎呀去 在我们黑龙江那块 就得随女 随女 得叫 孩子都得姓女 对不对 那我也姓长腿 咱都姓长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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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是两全其美的事 然后就是所以说 之前看节目也了解过 觉得有的是什么胎 然后还是 正好是最后一期了嘛 所以说就是借着这个机会 然后来了解一下 看看具体到底是合不合适 会不会这兄弟俩 对 问题现在不光是 这兄弟俩喜欢你们 五号啊九号啊 这都喜欢 五号九号都已经 把自己定位成 妹夫和姐夫的这种角色了 这样我把五号和九号也请了 让大家分辨一下 等会让他俩分辨一下 究竟谁是姐姐 谁是妹夫 看你们了不了解 去吧 把五号九号也下来 全程少年 公北爷们就是吗 要我都要我 我跟你说漂亮 来我们一起数二十个数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好可以了 已经抓好几圈了 你们现在就自己自己往那走吧 啊看看选择 他日照会死绝对的 不是不是 不是你别动 他日照会死 我跟你说你们别闹 他日照会死 别闹别闹别闹 别闹 你一闹别闹 你怎么拉一拉了啊 你别动你姐 不是 干什么呢啊 你能不能不当你姐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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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日照会死 别动了 你都 别动 他日照会死 你看 你又 你又 放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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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往 你站在这边 哎呀 太乱了 你 你知道为啥我分情 你俩不好 我也懵了 你咋分情的 因为姐姐左手带了一个金 金 金线 手镯吧 就同点 带了一个东西 到底露馅的 是吧 其实我 你知道为啥我能分辨出来 我没看上你的嘴巴 我就看你的腿 泡发 一顿 我就跟着你腿走 我能感觉 怎么办 不忽悠一点 我忽悠一点 我忽悠一点 你知我 我咋 我咋变成的吗 感觉 相中 我跟你说 相中一个人就得凭感觉 哎 金链银的感觉 嗯 等一下 这这考验过后 能看这四个小伙子的这种 这种状态了 都看见了吧 哎 请回吧 好了 我不回去 哈哈哈 你回去吧 你的人都验错了 还留着干啥